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小千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我今天去西門町 有看到那個 很久以前的 PizzaStone跟 那個Melody合作的轉蛋 然後想要去 試手氣 然後就轉了三個轉蛋 然後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個轉蛋 我有轉到兩個重複的 然後一個是 然後一個沒有重複 這個就是 這個是 那個束口袋 是一個黑色的點點Melody 的頭 然後 還有一個 是 這個 哎呀 髮飾 然後他可以 綁頭髮 然後他有掉一個排排 是 PizzaStone跟那個 Melody的 然後他的 那個 他這個有兩種顏色 一種是 一種是毛毛是橘的 然後 那個排排是黃 然後 還有一種就是我抽到這個 排排是橘的 然後球球是黃的 然後這是我抽到 然後還有重複一個 我沒有猜啦 因為看外表就知道了 就是 那個束口袋 又重複了 然後沒有抽到寶石 不然他想要再抽 可是要去換零錢的時候 就是那個 那個 嗯 感覺 那一家店的店員 好像不是很想幫我換 那就算了 然後另外要再來 介紹一個是 我的媽媽 能幫我買一個新包包 算是可愛的 包包 然後 然後他 然後他還蠻大的 就這樣 然後 買這個包包 還有送另外一個包包 是守護千辛的 那個 不吸的那種袋子 然後裡面還 裡面還蠻多 那個蠻多 袋袋啊 空間 好的 然後今天的 介紹 就到這邊 囉 雖然很遺憾沒有抽到寶石 但是 我相信 將來不久 我一定會抽到的 然後 要來跟大家 說掰掰了 掰掰 下次見 下次見